自前被日本东京大学解雇的细胞生物学家Yoshi Nori Watanabe 将参加诺贝尔奖得主Polus 在英国的强化三培训计划 Watanabe 因科学不断行为遭到解雇 Watanabe 在染色体生物学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成就 他已于日前到达MUS的实验室 该项目将根据培训数据采集和展示能力 还包括实验操作等 在培训之后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地方 Watanabe表示 他虽然在科学论文中犯了错误 但他认为这些错误并不等同于严重的不当行为 在上世纪90年代 MUS曾指导过Watanabe的佛学后研究 他认为这位生物学家应该获得自我救赎的机会 研究界需要更多的考虑如何帮助犯错误者 细胞生物学家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主任MUS说 MUS拒绝进一步评论在培训项目 但该研究所的一位发言人说 这不是克里克研究所的正式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一次性的情况 MUS同意与Watanabe提供在培训的机会 克里克研究所细胞分裂研究员 Francwoman一直在为Watanabe的 在培训内容提供建议 他认为Watanabe在该所的实验 因帮过使用自动图像采集和分析工具的训练 以及一个稍忙实验 艾丁宝大学细胞生物学家 说他很高兴MUS拒绝提供了这个机会 无论是否成功 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持支持和谨慎乐观态度 唐一辰 中国科学报第三版国际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